这个国家很早就跳出来了 就是中国 来看到的是中方现在说 又开始有些改变 来首先彭博社今天一个最新消息 是王毅说要访美了 时间点是有出来说26号 那在访美之前 他们也首度的认可 以色列对哈马斯是有所谓的自卫权的 其实先前中国他们一再强调 说有所谓的两国方案 也就是你必须要让巴勒斯坦这边 他能够建国 但是像他第一次的强调 其实以色列也是有所谓的自卫权 这是在昨天他们跟以色列的外长 通话的时候特别强调的一个重点 而另一个部分则是 这一回他虽然一样是支持两国方案 但是立场是相对的比较中立 这样子的一个谈话就在他出发 前往美国华府要跟布林肯 还有要跟苏利文见面之前 26号要去美方访问 那当然了大家就会讲 11月APAC是不是就要为拜席会来做准备 好目前知道具体的时程 26 27 28总共有三天的时间 只是现在这个氛围 是不是真的能够顺利谈 好原因国际上面 现在大家就担心了 会不会造成更高的冲突 会不会让整个城湖持续升温 因为目前除了有中东也就是所谓的以哈之外 还有俄乌冲突 马斯克的警告是 小心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因为他特别强调俄中伊朗现在已经结成了一个联盟 有可能会压倒西方 甚至他还说了 现在的西方跟以前西方不一样 现在的西方工业能力 也就是你能够制造多少战车枪支无人机的能力 其实已经跟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一句话让很多人开始有不一样的思考 原因是有冲突 其实也在南海这边发生 来看到的是 中方跟菲律宾现在因为补给船的关系 双方互相谴责 好这个是卫报还有路透的报道 说在南海争议地区 两艘船就这样碰在一起了 那当然中方这边第一时间 就已经对菲律宾提出严正交涉 菲律宾这边说也传出 要传照中国驻飞大使来表达抗议 而另一件事情是什么 是双方的外交体系 通通都在讲 这个是对方的问题 才会造成船只的受损 这一件事情发生 双方指责都是对方责任 美方站在谁那边 当然是菲律宾 他们强调 1951年的时候 他们有签订美飞共同防御条约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 我们都会保护你 不要担心 我们跟你站在一起 那当然了 他们也指责中方的船只 现在是导致危险操作 导致这一次的船只相撞 还说都是中方在干扰 菲律宾的船只自由旅行 说他违反了国际法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中国的媒体释出了一连串的影片 事情虽然是8月发生的 但是现在影片出来就直接说了 到底是中方的问题 还是美国过于抵禁侦查 先来看看画面 一段画面 这是发生在8月19号 这是美国的海军神盾驱逐舰 那个时候说 其实就在附近的海域的时候 他指控中方是靠近他们 而造成非常危险的拦截 但是现在中方他们发布了 这一些影片想要讲的是什么 是你自己来到我家门口 是你才有敌意的危险操作 因为他们说期间 美国的军舰 他们已经notice岁方了 但美国的军舰大角度转向 甚至直接穿越他们的舰首 所以他们认为 到底是谁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吗 画面会说话 直接公布 要让大家来公平 只是目前美中双方看起来是一定会谈 这个谈有没有办法好好的谈 有没有办法释出善意 请教赖老师 当然 我觉得中国大陆没有想要搞坏 跟美国的关系 目前中美关系的紧张 主要的是美国一直发起的挑战 发起的挑衅 不管从贸易战 从科技战 在外交上 甚至在军事方面 其实改变现状的都是美国 发起挑衅的也都是美国 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因为从川普开始 就一直到拜登没有停止过 并不是中国大陆一直主动的提出 什么限制 什么禁止 什么限制 什么禁止 都不是 而是美国一直不断的来 所以发动者是美国 责任当然在美国 我想这个道理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彭博社过度解读了 因为王毅是分别跟 这个巴勒斯坦的外交部部长 跟以色列的外交部部长通电话 这两位部长都跟王毅通报了 这个目前的宜巴的情况 或者巴以的情况 也都通报了他们的立场 那王毅谈到了这个 各国都有自卫权 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讲得很明白 可是不要忘了 各国都有自卫权 其实中国大陆是承认 而且主张巴勒斯坦 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巴勒斯坦现在也成为 联合国的一个观察会员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 彭博社是故意解读 过度解读 因为王毅也同时有批评 以色列过度的使用 自我防卫权力 所以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否认 以色列不能够拥有自卫权 而是反对以色列过度的使用自卫权 而且中国大陆主张的就是停火 那当然以色列停不进去 那现在要看的是美国 可是美国不敢叫以色列停火 至少中国大陆敢叫以色列停火 而美国却连叫以色列停火的勇气都没有 最主要是什么 最主要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些政客 他背后的金主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犹太人 那就是受到以色列影响 所以美国才会有很多人会站出来说 到底美国的外交政策 是美国人在做外交政策 还是以色列人在做外交政策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国务院 目前来讲有一个兵变 也就是已经很多联合人联合写信了 表达意义 这个都是讲得很清楚 我觉得在南海这个部分里面 是美国人在玩弄国际法 明明十一段线是美国在1945年 协助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收复了整个南海地区的海域 所以整个南海地区的海域的整个岛礁 我们是进行命名的 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的规定 我们命名了 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 而且是日本在国区占领的时候 它是还给我们 所以我们中华民国去接收这块地方 被每个地方的岛礁命名的时候 它的主权就是属于我们 而今天美国人竟然可以 出而反而玩弄国际法 那玩弄国际法还把这个 因为它吃定了 民进党就是要放弃南海 民进党就是要丢掉我们中国 我们长期以来的这些南海的主权 那它就辞定了民进党 不会讲话 如果今天是马英九在的话 马英九当然会表达 对十一段线是我们中华民国的 这个海域 我们的岛屿 这个部分里面 你美国就很难说了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利用民进党 要出卖我们自己的国家主权的时机 它就玩弄这个国际法 说这个海域 这个海域是中国大陆的 你菲律宾进来 这个海域是我们中国的 你菲律宾的船只进来 怎么还有自由航行权 当然要把你赶走 美国的船进来 一样要把你赶走 这就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 其实在南海这边 当然了 这中非目前最新的一个冲突 也让大家很担心 南海这边会不会有其他变数 我们先进广告 等等会来讨论 好 我们讲在11月APEC之前 大家一直在问什么时候 中美会会 现在知道网易已经确定了 26到28即将会到美国 请教预防委员 对 其实美国一直希望 能够高层 能够见额面 你看美国国务卿 财政部长 商务部长 都到中国大陆访问过了 那美国为什么那么想要跟 拜登想要跟习近平见面 其实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这是他们一直采行的一种 外交的策略 就是说我尽管找了好多朋友 结合起来要对付你中国大陆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恼羞成怒 然后最后我们打架 所以为了避免战争 所以他的做法就是说 我一边要跟你斗争 一方面我偶尔要安抚安抚你 所以美国自己的想法是这样 第二个是因为要选举了 要选举对现任的总统来讲的话 他就希望风调雨顺 然后天下无战事 这对他来讲比较好选 那偏偏这个时候 这个中东占有密布 而且真的打起来了 所以对拜登来讲 他有很多担心 他就希望说跟这个大国 而且乌克兰战争还在持续打 美国还是不断的送钱输血给乌克兰 中东现在又出事 所以他就希望说至少在亚洲这一带 能够跟中国大陆维持个比较平静的关系 有助于他的选情 是这个样子 这也讲到说王力要对 好像对以色列开始有一点转换 然后也认为他们有自卫权 其实中国大陆 在中东的政策是非常灵活的 他一方面你看 他80年代就卖了东风 三型的弹道飞弹给了沙古地阿拉伯 而且最近你看 他还绰合了伊朗跟沙古地阿拉伯 两个死对头 两个副交 而且在这个同时 这么多年来 十几二十年来 其实中国大陆跟以色列维持 很暧昧也是很亲密的关系 以色列甚至要帮他造预警机 美国抗议 可是该给的大概也给了 还有其他一些飞机 譬如说这个坚持的飞机 它的前身也有 以色列一些技术在里头 最主要是海伐港的修建 那个大的码头 中国大陆把它标下来 建大概1300到1500公尺的 那个码头 而且它还有经营权 美国跳脚 他说我第六舰队就在你海伐港 兢兢兢兢兢兢兢 你竟然这个码头设施 是交给中国大陆的新建 可是也阻止不了 所以也就是中国大陆 在中东的外交之灵活 发挥到极致 但是现在王毅要到美国了 到底会谈些什么 美方会不会给些善意 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 要请蔡静元帮我们总结 好 节目最后 请建委委员帮我们总结 基本上中国在中东的努力 是有目共睹 不只是伊朗跟沙特 也要促成沙特跟以色列 也要促成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现在发生这个事 他作为一个中人 总该要两边都要关照 两边都要讲点话 比如说他在跟以色列外长 讲话的时候 你有自卫权 但是你要注意到国际人道法 一样他跟巴勒斯坦 讲的时候就不会讲以色列自卫权 他在讲是说 主张两个国家的体制 然后希望停火 但他没有跟以色列外长 讲立即停火 所以表示说他在 逐渐在戳合两边 我们期待王毅外长 能够在以巴这场战争 早一点从外交上面促成 他们早日结束战争 战争停了 由大家再来谈 不急 王毅走向华府 是应美国的邀请的 那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把所有的 两边的外交问题 做一个总整理 第二个最重要的是 APEC习近平主席要去参加 要做一个先行的部署 有什么问题要讨论 有什么问题要解决 有什么问题要争吵 其实都要讨论清楚 至于中国跟美国之间 不管是在南海 或者在其他地区 台湾海峡 这些船舰之间的争夺 是因为美国原先认为说 这个就是我的地盘 中国说这是我的家门口 所以美国的势力 我觉得建议美国人 最好彼此摸一摸 慢慢退出这个海域 因为不要以为说 这个海域就只能 你能生存 你能自由航行 你靠近人家的家门口 总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比如说我跟这个 义方兄在好 我每天没事干 你拎个球棒在那家门口 这样亏示他家 加一个大东 亏示 他一定会冲出来拿水喷我 我养一只 柴犬就好 养一只 就是很正常的心理 你美国也许人家开到门口 整天就盯着你吗 所以我觉得美国 要将心比心 如果说真的要开战的话 你美国也不差这两艘船 但话来话去 所以我是觉得 菲律宾问题是好解决 那个破船迟早台风来 就会随便随掉了 所以不用太担心 所以补给船挡一挡 也就差不多了 好